哈喽大家好,我是大鲜 那最近呢,我传了这两个打工的视频之后 就有很多人问我,说你做交易的话,你不能用来生活吗? 答案是很显然的啊 我要是能做交易,就靠交易能养我们全家的话 那我还打什么历史功啊? 然后就有些朋友就肯定说了 你连做交易都养活不了你自己的话 那你还在这儿巴巴给我们上什么课呀? 你平时老说你这个做交易能赚钱 那你赚的钱你都在哪呢?你都干什么用了? 那今天呢,我就想对这个问题呢 我跟大家聊一聊啊 那今天呢,我主要想聊三个问题啊 第一呢,就是新手 也就是说交易还没有两年或者没到三年的人啊 大家的误区对交易的误区在哪里 第二就是全职交易啊 就是光靠交易养家的这些人 做到这一点到底有多难? 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第三就是我们这些一般人 那我就代表这些就咱们一般人啊 该怎么样做交易才能够赚到钱 我觉得今天这个视频啊 对这些交易的新手是有很大帮助的 因为我已经交易六年了 我对于这些经验,我有很多经验啊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把这个视频看完 那好,我们先来聊一聊交易新手 他们的误区在哪里 那首先呢,我想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 就是进入这个交易的世界 无论你是做股票 还是做期货,期权 还是做外汇 还是做这个虚拟货币的啊 就我们进入这个交易的世界 就是我们讲入坑啊 都是因为什么 是不是都是因为这媒体的宣传 把我们给忽悠进来 我们现在大家对号入座一下 是不是大多数人都是因为这个入坑的 那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例子啊 我是在2016年的时候啊 被,就是那时候我已经在日本了嘛 就被一个日本的那个YouTuber 就在YouTube上传视频啊 被他忽悠进来 当时他展现的都是就是啊非常有钱 然后每天就光靠做交易的话就可以 过得很好 然后用很少的资金做短线交易 然后每天好像就只要工作三四个小时 就可以把自己赚的盆满盆满的 我那时候年轻嘛 也不知道干什么 想找点事去做 然后看完他的视频以后呢 我就非常的吸引我啊 让我这个热血澎湃的 就马上就要成为他这样的人 我看完他的视频之后 我马上就研究 当时看的是外汇啊 我马上就研究外汇 从头开始研究 然后买书 然后第二天我马上就开账户 马上就入金了 当时我记得我学的这个是那个麦克蒂 那个突破零线那个入市方法 我刚入钱 我刚放进钱 然后就通过这个零线突破那个方法 我当时不到一个小时 我就赚了1000多日元 那时候 1000多日元对我来说是 比较大的一个款了 因为什么 因为我那时候打工一个小时 还赚不到1000日元 我当时就好像30分钟 还15分钟 我忘了啊 反正马上就赚了1000多日元 我当时我就顿悟了 我就塌了 就这样我就入坑了 我帮大家对号入座一下 跟我经历相同的人 是不是也有很多的 我这一入坑 到现在已经6年了吧 我一直在做交易啊 那你再回头看 当时出视频那个小子 他其实他是不会做交易的 他根本都不做交易 他们这种人 他们就赚这种广告费啊 有很多这个交易商 就跟他们合作 让他们把我们拉进来开户 然后呢 他从中赚取这个 这个手续费 你知道吗 现在包括我也是 我现在在YouTube上出这些视频啊 有很多交易商都联系我 就让我这个帮他宣传 他们的这个交易商 然后开户多少人 就给我多少钱 有的人给的资金还是挺大的 但是我呢 我从来没有接过啊 因为我根本不了解 这交易商到底是什么人开的 我对这些不了解 我不可能这个啊 在不了解的情况下 去接这些东西啊 反正我今后我也不打算接 我就想说什么问题呢 就是之前把我们忽悠进来的 他们其实都不做交易的 但是我们入坑之后呢 我们始终脑海里边 就存在的这个目标 就我们努力的方向呢 就是成为他们这种人 然后可以住好宅 开好车 坐在电脑前面 就点几下鼠标 我们就可以赚很多钱 这就是大多数 这个新手的误区啊 那就是因为我们有这种误区 我们存在这种不现实的目标 就导致我们啊 根本没有办法 靠交易就能赚很多钱 能再 甚至说就根本没有办法 在交易中赚钱 那其实有很多朋友都联系我 跟我发信息 说是想要跟我交流 是不是 当然我跟他交流了几句 我就知道这种人他是什么样的水平呢 有一个朋友他跟我说 他要靠一万日币 要赚一个亿 而且呢 他把他在日本的工作全辞了 又开始做专职 不光只有他啊 有很多人都跟我说他要做专职 然后还特意把他的这个交易记录发给我 给我看 当时我一看 他只用了0.01手 然后0.05手 跟我说他要靠这点钱 就做这个就把他赚到这个一个亿啊 当时我就说呢 年轻嘛 有这个梦想 对不对 我目标设的大一点 可能很好 但我想说 我们应该考虑比较现实的梦想啊 所以接下来呢 我就想跟大家聊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做全职交易啊 你得具备什么条件 你才能够做全职交易 那我还是拿我自己这个例子来说吧 我现在生活在日本啊 就是在奇遇 就跟东京就在东京的旁边嘛 物价什么完全都一样的啊 那我就想说一下 我呢这个普通家庭啊 我们现在一家三口 就一个月的开销 大概是要40万到50万日元之间啊 这还是生活的就是很一般的水平啊 我们要付这个日本这个保险 还有各种税金 还要付房租 还有日本的物价 大家都知道都很高嘛 对吧 那现在我老婆呢 还是专职带孩子 所以说我一个人 我最起码每个月 要赚40到50万 那我现在假如说 那我每个月 就以赚40万为目标 那我们再看交易啊 那可能不懂外汇的朋友呢 就不知道什么叫做一手交易啊 那这些基础知识呢 我今后再跟大家分享 反正我就跟大家说 就是外汇它动一个点 什么叫动一个点 就是比如说你交易 呃 美元和日元 现在是美元是108块 等它动到108.01块的时候 就动一个点 那动一个点 如果你用一手交易的话呢 你就可以赚1000日元 就大概算啊 就可以赚1000日元 那我呢 现在这个交易账户里面呢 一般用的是200到300万日元 那日本它的这个杠杆也不是很高 那我呢 前几年的时候 也开了很大的杠杆 那时候输了很多钱啊 所以后来呢 我就不开大杠杆了 所以呢 我现在交易的这个手数呢 一般都一手到五手之间 就最大的时候就是五手 一般呢 只要一手到两手交易呢 我觉得这已经很好了 咱们就说 你要靠一手交易的话 你每个月 你要赚40万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什么 你每个月 你都要赚400个点 你才能赚40万 如果实际做交易的朋友 我们应该想象一下 你一个月赚400个点 而且是每个月啊 你就想象你再有多难 我敢这么告诉你 在这个世界上 都没有一个人能保证 他每个月能赚400个点 除非你是什么 除非你用五手交易 那你用五手交易的话呢 你就动一个点 你就赚5000日元 那还有可能就说 你一个月 能赚80个点 什么这样你就资金就够了吧 这样你就可以生活了 所以说你最少 你要用五手来进行交易 你还可能 就是你做这个全职交易 但是你也没法保证 说你每个月 你都能赚100个点 或者200个点 那我们想象一下 就是你五手交易 你的资金最少 你不能开大杠杆吗 你最少日元 你要500万才可以 所以我就想说 你手里还没有资金的朋友 想靠10万日币 20万日币放里边 然后开那个超级大杠杆 你就想做全职的这些朋友 一定要看清楚现实 不要说脑子一热 一冲动 你做短线 今天或者你 你这个月赚到钱了 你就觉得你自己可以做全职了 所以这个问题 我想说就是做全职交易 所必要的条件 是你必须要资金首先 咱们记不记住 咱后来再谈 在这个世界上 你不管你做任何生意 你都得有资金 对吧 你不可能没有资金的话 前提下 你就可以赚那么多钱 这是不可能的 这大多数都是骗子 或者说你中彩票的那种感觉 你可以 交易呢 它就是一门生意 而且它是非常难的一门生意 大家一定要有这种观点才行 我们看清楚交易它是一个什么东西 那好那既然说没有资金的话 我们怎么如何做交易呢 那我们就来谈第三点 我们交易新手 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 我们如何做交易 首先呢 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我的经历 那就是在前几年的时候 那段时间呢 中国经济比较好 就是在日本爆买嘛 有一种这个 有一段时间中国人在日本爆买嘛 那段时间就日本就做代购嘛 那段时间我也有做这个代购的生意啊 那段时间呢 说实话就赚了一些钱 然后后来呢 这个代购这个生意 做的人越来越多了 所以呢 后来我就 在发展到亚马逊上面了 所以做亚马逊呢 那其实做的也还蛮不错的啊 所以说呢 我在网店经营出的这个资金呢 我就会考虑 就怎么样把 资金呢 我把它更扩大一些 所以那时候我就 把它投入到这个外汇的市场里面啊 但是没想到 刚开始几年的时候 就赔了很多钱啊 但是我尽管我赔钱 那还是网店这边的生意 还是有钱出的 就可以维持我自己的生活嘛 所以我想说 我们刚开始没有资金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去工作的 不管你是做网店 还是去打工 还是做什么也好 我们那是目的是为了 把这个资金扩大一些 把我们投资的资金扩大一些 那在你资金没有扩大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如何做交易呢 比如说你放一万日元 这个放到交易账户里面 不要开大杠杆 就你用最小的杠杆的情况下 来做交易 把它想象成 就比如说你放一万 你把它想象成 你现在有一千万 在这个账户里面 在这个账户里面 你试着用几年 把这个 你能不能把这一万块 你把它增多 一年下来你把它增多 你就很厉害了 然后呢 不要想着做短线 我们这些散户 你要靠做短线 你赚到钱 那是很难很难的 但是呢 如果你靠做长线 你做长线 能够抓到一大波趋势 一年当中 肯定会有一大波趋势出现 你就试着去找 试着去抓 我再说的简单 再说的土一点 就是你入场之后 不要想着马上利润确认 但是你要损失的时候呢 你要尽快把它止损掉 你用这个观点去交易的话 你试一试 保证你的交易 会有很大的改善 所以我想说 我们一般人 刚开始入市 做交易的话 如果你相信大钱的话 你首先 在你没有资金的情况下 一定要不要说 想着去做全职 一定要边工作 一边试炼自己的 这个交易技术 用小钱呢 去在交易这个里边 滚几年 去试几年 然后等你这边 把钱攒够了之后呢 你再一点一点呢 你想着去做全职交易 这样还有希望 在交易里边 生存下来 然后呢就是不要想着 总做短线 不要想着用短线 你就可以赚到钱 我目标也不要那么大 一年 能有30%到40%的盈利 你将来就已经很有钱了 你就能很有钱了 也千万不要想着 要在短时间内 你就能够报复 那我记得之前听一个人说过 那个人什么名字 我也忘了 就他说呢 就有的人呢 他很抵触 就是打工 就为了交易呢 他觉得打工呢 是非常耽误着做交易的 他想把打工的时间除掉 然后就全职来研究这个 做交易 那那个人就说了 你要想把交易做好 你要吃 你要受很多苦难的 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是一样的 你要想成功 那么为什么你可以成功 你什么都不付出 你直接你就觉得啊 我点几下鼠标 然后研究一下市场 凭我这个聪明 那个才智 我就可以在市场上赚钱 你除非你不是一般人 你是宇宙人 你是天才 你可以这么做到 那你觉得你要是一般人的话 像我一样啊 我们都是一般人的话 你一定要受很多磨难 要经历很多这个困难 然后不断的克服他 经历了这些之后呢 你才可能在交易中成功 获得成功 所以呢 你打工也是你 做交易的必经之路 你不可以想着去越过他的 你像我现在也是一样 我虽然说亚马逊 最近就是不太好 所以我亚马逊出现这种情况 我马上去打工 说实话 现在打到工呢 一个月也赚不了多少钱 但是呢 我在想啊 如果我不去打工的话 我这心里面就没有底了 我不可能每个月 我都保证 我每个月都能赚40到50万左右 那如果有一个工作的话 哪怕我一个月赚10万左右的话 也可以让我心里面稍微有点底 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这样的话 我心里没有承受那么大压力的情况下呢 反而我对我的交易呢 会有很大的帮助的 我可以用平静的心态来看现在这个市场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把交易想象的那么美好 那么容易 就像你去捡钱一样的 那是不可能的 我们一定要看清楚 它交易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它是特别特别残酷的 每个月想着自己用小钱开大杠杆 往里头往里试 那样就等于往大盘里扔钱 是一模一样 如果你想在这个交易今后的路上 走的比较好的话 你要尽快的把这个观念转过来 变过来 你变得越快的话 你可能你越离这个成功的话呢 你就越进一步了 我因为之前走了很多弯路嘛 所以我今天想分享给大家 如果你再问我 你的你做交易不能养全家吗 还有就是说想 现在就想马上做全职交易的朋友 看我这个视频 你就问问你自己 你具备这些条件吗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真心的希望 这个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下一个视频再见 我订阅一下